白環金瓶梅第十五回 西門慶恩間得財夫 李平儀冷眼汗呼茫 西門慶和李平儀的奸情已經一段時間了 一直以來有搬金蓮幫忙做掩護 也沒有人知道 這裏又一天是初三 十兄弟又是聚會的日子 總是要習慣到好夜 不捨得回家 怎料今次西門慶慌慌忙忙 一早就回來了 五月我自然有些懷疑 見到面色不對問他為何這麼早回來 西門慶不斷說 我的兄弟正在鄭愛月兒家裡喝酒 幾個衙門做工的 突然間闖進來 不由分說 把花二哥抓去 我們幾兄弟都吃驚了 我在李桂姐家裡躲了半天 又找人去衙門打聽 原來花二哥的兄弟告他 一直告到他開封府 五月梁答話 這個正是你經常跟這些豬瓶狗友在外面互鬧 到明天又幫別人的爭風合作 又跟人打架 現在家裡老婆有什麼理由不理 在妓院裡面那些妓女 淫婦就可以說一句 整個奴耳仔這樣聽完他們說 我呀西門慶 於是誰七個頭八個膽敢打我 在家裡你就餓 在外面怎樣 一邊說話 隔壁的花家 小師福兒走過來了 就說花二兩想請西門慶過去說話 西門慶起來就走 月亮看不慣了 你看人家說三到四 西門慶說隔壁有事 不要緊我去聽聽他有什麼說 李平二正在痛哭 一半是害怕一半是擔心 見到西門慶真的跪下 大官人救我 大官人救他一角 不要看不看真面 看佛面 他在外面胡作妄為 今天又被人暗算了 請求大官人看我博面 有關係好大都幫他找一找 不要叫他仇虎 於是曾陪問到底是什麼事 叔叔你告訴我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花太監留下的家產 基本上全部都給了李平二 其他花家幾個兄弟 無分得多少 現在幾個兄弟就要走過來 就要拿分身家 花大本來不是一個省市的撲皮 拉上花三花四就告發自虛 說他獨佔家產 這個官司很清楚 花大和他的弟弟 和花子虛一樣有相同的承繼權 官府自然會看他們做主 要將花子虛的財產 進行再次分配 西門興想一想 你不要擔心 既然是家產官司 也不難的 我派人去走走 找一找親家 楊提督 開封虎運 都不會不給面子 於是李平二說 要花多少錢呢 讓我準備一下 這次西門興的嘴巴 真是怎樣 都是親戚 不知道用多少錢 李平二趕快打開房門 拿了一個箱出來 一邊六十丁大元寶 即是有三千兩 叫西門興拿去打發打發 三千兩 你記得就是 對西門興來說 雖然錢不是大問題 但是對於客人來說 三千兩其實是非常多錢 不用這麼多 一半都可以 李平二很大方 多的你拿去 我床後面還有四箱 衣服肉帶 還有一些值錢的珍貴芝物 你也拿去和我一起收起它 趁這個時候 我也要留個後路 跟著她 我就覺得日子不太好 早晚什麼都會留不下來 然後西門興說 如果花兒哥回來怎麼辦 這也是老公公 即是花大鑑 師字給我的 她一個字都不知道 其實老實說 兩夫婦 老婆有這麼多師 師火匙 花兒姐有什麼理由不知道 不過 在老婆面前 沒辦法拿 於是西門興就回家 跟五月亮講到這件事 五月亮的心 真是認真通透 銀就叫小師用食物盒抬過來 就是了 銀 找個食物盒裝著 拿過來 人家不知道 那些箱就不能夠大門過去了 等晚上在牆上面 遞過來就可以了 好主意 好主意 於是銀 就叫四個小師 用食盒抬去月亮的房間裡 晚上在那邊 李平兒和兩個小丫環 這邊有月亮 潘金蓮 春梅用梯來接 人不知 鬼不覺 把月亮那邊全部混過來 另一方面 西門興的確給陳雄 寫了一封信 叫牧人趕快送去東京那裡 好了 過了幾天 開封虎韻 接到了內閣蔡大師的粗尖 於是就不再追索花子虛的錢財 只是將他的住宅和一處田莊官賣 所得的銀錢分給花大三個人 花子虛打聽 一下都沒有打過 只是在窄虎和田莊賣完之後的錢 就不能再放在家裡了 官府發賣自然就有限期了 田莊就給了一個周守備買了去了 這個房子就因為和西門興隔離沒有人敢買 一座漂亮的大屋都沒有人敢買 官府就是出又出 李平兒就叫西門興買下來 吳月亮就不肯 你如果買他的房子 明天花二哥回來 那怎麼辦 西門興拖了幾天 李平兒就請他過來 都是仍然求他買個雜子 多命一盧不久就是你的人料 大家看到了 花子虛最三央求西門興買下來 西門興就說 我手上沒有銀子 買不成 李平兒就急了 叫養娘馮媽媽 來跟西門興說 拿我放在你家裡的銀來買 西門興才答應 於是從李平兒的錢中 拿了540兩來買花子虛的雜紙 看到這裏 大家不能不說 西門大觀人心真的硬 而且還有非常有手段 兄弟花子虛的女人 她已經得手了 心也得到手 還要用花子虛的錢 買花子虛的屋 這個就是一個完美的兇手 套白郎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美男雞 再看花子虛這邊 人就完完整整回來了 房屋也沒有了 田地也沒有了 最可氣的是 一心要保住的銀紙也沒有了 李平兒之前 曾經對西門興說 那裏有三千兩銀 花子虛不知道 花子虛不是蠢 五十兩一個銀定紙 元寶 有六十個 要四個小時才能夠抬走 這麼多肯定知道 現在 李平兒給她的解釋就是 用了很多錢幫你打點一切 才讓你救出來 這次花子虛就是 情資也不用太多錢 但是 就打算在家裡擺個酒 請花子虛過來 順便想拿回一點 李平兒一陣痛罵 罵她剛剛回來 就要秋後算帳 還說 金 西門興幫她找那些人 都是蔡經 楊提督這些大官 官大為口大 三千兩銀 鞭救 那就是得到 西門興千恩萬謝才好 又說她 救了一條命就賺錢了 好雙疤 就亡了通 花姐被罵到 就是無言以對 西門興這邊 原本都是想 賺幾百兩銀 誰知道 李平兒不願意 暗暗交代 去到那天千萬不要來赴煙 只要開個花費的清單 派個小師過來就可以了 那天 西門興果然躲起來 只要開了一個花燒的單子 就叫代安 信了過去 花姐去再三離請 西門興 躲在妓院不出來 花姐去到頭暈了 那麽便 按腳也沒有用 完全沒有辦法 好大 通病西臭 二百五十兩銀 在獅子街買了一間屋 搬了過去 那麽因為這場戲 花姐去一搬過去新屋 就病了 加上天氣轉涼 傷寒 十一月起開始 就躺在床上 望眉起床 開始還會請醫生來看 後來怕花錢 只能捱過去 捱捱一下 十兩日 一命烏呼 都斷氣了 死的時候 二十四歲 李平二找到西門興 商議 花姐去的後事 忙了幾日 買了棺材入臉 念經發送 按葬完筆 花姐去一死 小師天福二 偷了幾兩銀子 跑到無影無蹤 而此一來 李平二更加沒有顧忌 經常都叫西門興過來 過夜棄灑 不必細雪 這個女人的無情 實際令人感嘆 藉著這場大禍 將財產轉移去奸夫家 也能夠理直氣壯 痛罵 嘲諷自己的丈夫 西門興這個壞人 想花姐去幾百兩銀子 過日子 李平二苦底收心 直接斷了花姐去的後路 一直到他生病在床 不幫他找醫生拿藥 只是看著他捱捱捱捱 終於一個年紀輕輕的花姐去 所以就慘死去了 花姐去不是一個好人 也不是好丈夫 他和李平二之間沒有愛情 但他並不該死 可能花姐去和李平二之間 根本就沒有夫妻之實 因為李平二是花太監的人 所以可能沒有夫妻之實 事實是否我們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就是一出事的時候 李平二還幫他找些關係 但是已經打定主意 就不再和他一起生活 當時的情況還未清楚 李平二就找關係的諸目的 就應該擔心官司打下來 什麼都沒得剩 就擔心 就不是真的擔心 花姐去的 花姐回來之後 找到西門慶 要找些錢 東拼西湊才湊過250兩 買了現在住的地方 這邊李平二 一些錢都沒有嗎? 當然不是 只是不願意出 後來西門慶 李平二又拿了很多貴重的東西 輕二就賣了380兩銀 自己只留下180兩 那200兩又送了給西門慶 給他用 到了西門府 他用錢一點都不小器 可見他手上的確有些錢 也說 李平二如果願意拿錢出來的話 花姐去不會特別為難 就可以找到這250兩銀子 也可能不會病 但他一分錢都沒有出過 等到花姐去病的時候 他親眼看到花姐去為了省錢而死去 也不拿些區區的診金費用出來 真是心狠如鐵 想當初把大戶死了之後 武大和潘金蓮被主母趕出來 沒有地方住 反而是潘金蓮把自己的首飾 拿給武大賣了十幾兩 用這個錢就租了皇婆旁邊的住屋 點房子和買房子 是兩個不同形式的交方式 點介於租和買之間 幾乎是同樣的遭遇 但是兩個女人所做的就完全不同了 在這方面 李平二比潘金蓮更加狠心 潘金蓮親手毒死母大 李平二眼睜睜地看著 花姐去被病魔折磨而死 這個時間長達半個月 他兩個人的狠毒真是分不到高低 幾乎李平二對西門慶的那句話 銀子你拿去吧 我不苟也是你的人利益 令人無骨悚然 那時花姐去被官府抓了 都未死 還有家產官司 錢財可以被官府強行 拿走 生命是無辜的 他為什麼在那個時候說這些話出來呢 怎麼可以肯定 北九就是西門慶的人呢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合力的猜測 李平二有辦法擺脫花子虛 然後再嫁給西平梅呢 他有什麼辦法呢 難道是離婚嗎 這條路今天就可以了 但是在大明朝的時候 這個父權社會 除非是花子虛休他 否則他都很難擺脫花子虛 所以剩下一條路 就是花子虛去死了 花子虛會崩崩的 24歲的時候 李平二已經想到花子虛的死 可不可怕呢 如果花子虛不得這場病 可能也會好像武大 這樣的結果都未頂 如果花子虛和武大一樣 都是被毒死的話 李平二和潘金蓮 是不是一樣呢 潘金蓮就是王婆出的主義 西明慶就是幫兇 負責披傷 負責善喉 潘金蓮就沒有事先要害死武大 在整個偷情過程之中 他反而因為不多的愧疚 都不再跟武大吵鬧 李平二就主動想好了主義 而且已經準備了下手了 否則他不會說這句 我筆狗也是人烈 按照他一向的行事作風 作者認為李平二很可能 已經單獨作案 連西門慶都不用知道 最後以一個不幸死了丈夫的身份 再嫁過去 這個女人淫 但是狠和奸更加令人恐懼 她的故事末完 雖然死了丈夫 但是想要嫁入西門府 仍然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底怎麼做 和深層一些探討一下 這個女人的內心世界 下回分解